泰国王室的狗血争夺继承权连续剧 又开启了新篇章 既在海外流亡的大律师二王子高调回国 接受非官方的民众朝拜之后 那个曾经以为自己患上绝症的命运多喘的三公子也回国了 这次他紧随哥哥的脚步回到泰国 一路拜访了寺庙 好友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 当兄弟俩站在一起咧嘴笑着 在父亲泰王马哈肖像血真照前合影的时候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硝烟四起的意味 有泰国王有感叹 泰国王室真正的三位继承人之一提帮工小王子要慌了 现任泰国国王是马哈国王 他风流倜傥 从在当王储的时候 他身边的女人就没有断过 截至目前为止 马哈国王共有四的老婆七的孩子 七的孩子当中有五个孩子 是他跟曾经最爱的女人女明星余娃希达所生 而如今余娃希达也在海外流亡 彼是余娃希达被踢出泰国王室的原因之一 就是他被外界诟病出轨空军某将领 要说泰王马哈对余娃希达有多么喜爱 还在当王储的时候 马哈为了与余娃希达在一起 不惜得罪泰国最有影响力的贵族玉坤家族 要知道泰国王室的失利及皇太后就出生于这个家族 而他的侄女 也就是马哈的原配夫人宋沙瓦丽 家族地位声势浩大 还为马哈国王生下了泰国王室的长公主帕公主 也就是如今正在医院里陷入深度昏迷 外传脑死亡的帕公主 风流泰王膝下五儿两女 待遇却天差地别 在马哈国王和女明星余娃希达 共同孕育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当中 只有女儿斯蕊范公主被留在了泰国本土 斯蕊范嫌少过问政治 一直沉迷于自己的时尚事业 并且在国际时尚领域享有一定的声望 而四个流亡海外的王子 在国外都有了不菲的成就 当年四个孩子突然被父亲泰王马哈下令 这辈子不允许再踏入泰国本土 而且不再享受泰国王室给他们的一切荣誉 包括金钱财富上的支援 外界一度以为这孤儿寡母五个人 在国外的生活过得会更加颠沛流离 没想到四个帅哥王子相当争气 他们学历高 社会阶层偏上流社会 就拿这次率先回国的二王子来说 他在美国早已是在泰国人圈子里 享有声誉的知名律师 帮不少生活在美国的泰国人打官司 所以此次二王子回国 虽然是泰国王室非官方非正式的行程 明面上来说并不是泰国王室的任何成员 可是他所受到的跪拜礼 却是泰国民众给王室成员独有的荣耀 足见二王子乃明星所向 三王子从小就体弱多病 一度他还以为自己得了绝症 因为神经纤维肿瘤 他去医院住院做手术 在进手术室之前生死未复 他还激动地给父亲泰王马哈 写了一封情真义切的信 却一直没有得到父亲任何一句回复 这件事也彻底伤了三王子的心 优秀的儿子被赶出国 不成器的孩子却被留在身边宠城堡 老三后来有多争气 他在医学领域颇有造语 如今已经是拿到正式执照的美国医生 在与哥哥一起离开泰国国土的时候 兄弟俩在机场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 有不少媒体对两位流亡海外的王子 实行了跪拜礼 在机场二王子说话铿锵有力 他希望民众继续支持自己的父亲泰王马哈 同时也期待未来有一天 再重新踏上泰国故乡的国土 这句话意味深长 有人说这次二王子和三王子先后回国 是泰国国王马哈身边人精心谋划的一步棋 有网友将此解读为让外界放心 泰王马哈不止提帮公一个儿子 还有四个优秀的在海外的孩子 为何泰国王室会受到如此关注 因为泰国王室是有实权的 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而泰国王室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室没有之一 民间保守估计泰国王室的财富 有接近四千多亿人民币 远超过英国王室的七个多亿美元 之前就有媒体报道称 泰国王室是泰国本土最大的房东 很多酒店购物中心商业地产都有泰国王室的参股 如今因为提帮公小王子的智力一直受到外界质疑 斯瑞范公主沉醉于时尚领域无心正直 最有希望获得继承权的长公主帕公主 又陷入昏迷生死不明 那么四位优秀出色的海外流亡王子回国争夺继承权 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这会成为平衡王室与众多利益关系之间的稳定器